早安,早安,今天也很早 可以讓我們收看四篇八十四篇第五十 《考慮有開日,心中、幸運、食安、台東的這個人別有福氣》 一般人來說,人在買東西的時候會感覺到幸福 尤其是買到你很想買東西的時候 你會很單純的感覺有幸福的感覺 但是當買東西的幸福是有很多的 因為這個感覺可以讓你維持到一段時間後就不去 所以你還在想買新的東西 或是你買到的東西已經沒有新鮮感的時候 你就要找其他東西來添補 我們的信用道路也是這樣 我們覺得當時當時我們很幸福 但是有時候我們沒有覺得當時當時 我們就要找很多東西來添補到內心中間的空氣 李七妹有人這樣說 為了幸福修身就要成功 為了要成功就要每一個目標 這讓我們很容易添補到一段時間 因為這個修身在跟我們說什麼 就要得到目標的那一刻 如果這樣成功和幸福才可以開始 你整個以前所做的一切的努力 那都總是只有過程 但是我要說 真正的成功和幸福 應該是包含整個的過程 我有一句話說 當我們用到幸福的這個目標 帶出去一步的時候 如果這樣幸福就一定在轉開了 如果我們要等到十九目標的那一刻的時候 那根本就沒有成功 那就是那根本就沒有一個幸福的感覺 因為你發現這個過程的中間 你已經篩漏了很多東西 因為你是帶到目標 來到地面前面 所以你整個過程的中間 就是要讓我們可以知道 要怎麼走在這條幸福的大土上面 就是相對所安排的路中間 你現在知道 沒辦法靠自己 因為是靠相對所接聽給我們的開展 當一個悠閒的人 知道可以外國就就位相對 來走人生道路順 那這樣 宣言不明說 這個人 原來是有福氣的人 兄弟姊妹 你是不是很做一個有福氣的人呢? 我們來祈祷 在不來告訴你 跟你的面前 困求你 讓我們可以明白 知道人生中間 原來 是外的你 為了我們批斑的道路中間 並且知道 今天我們存在 我就有一個口氣的目的 原主祝福我們的兄弟姊妹 繼續奔跑這條人生的道路 向耶穌基督聖名基督 阿們 請來這裡 今晚 我們相對的新聞 是給你 教你的一件